今天和大家坐船游覽水多柳川 品嘗柳川名物鰻魚飯 之後去福江必渡景點太宰府天滿宮 感受濃厚日本風情 晚上再去人人都要去一次的超低食居酒屋 想知道還有什麼好吃好玩就坐定定 第六天的福江北九州漫遊團出發啦 今天的天氣就比昨天好些了 我們準備去柳川 都要搭一個多小時 我們又去博多 所以我真心覺得住在博多附近很方便 剛剛才說完我們去博多 但是原來我們今天真的不是去博多 我們今天去陽園 我們原來都收集了很多不同的紀念印章 我今天又破紀錄了 第一次吸引了人生最快的車站印章 不過我們都照耀的 因為這個當作是一個紀念 還有一個倒刺一游的感覺 大家如果就這樣在城匯案內 這個必用App裡面search 流川 又乖乖地跟著指示去的話 那恭喜你 你只需兩小時和萬多日圓 就會去到陶太郎傳說的故事舞台 江山縣啦 但如果你只是想和我們一樣去 福江縣的柳川 就記得search 西鐵柳川 千萬不要搞錯呀 而搭去西鐵柳川的這條大茅田線 還可以在中途經過的西鐵二日市站 轉車去到著名景點 泰宰府 所以很多人都會把這兩個景點 放在同一天的行程裡面 柳川在福江縣南邊 因為市內有很多運河 所以有水都和九州威尼斯之稱 柳川的河道總長達930公里 最初是為了引流河水灌溉土地而見 而來到今天有什麼用 當然是讓遊客坐遊船去遊覽這個水都柳川啦 原來這裡收兩點半 中途我會想會不會去泰宰府那邊 幸好來到這邊先 否則我又搭不到船了 我對於搭船這件事經常都遺漏了 如果你有看京版之旅 我就試過京都的船兩次都搭不到 城辦樓川遊船的公司 總共有五間 五間公司的遊船路線 或者內容都會有不同 而不是每間公司都會有船夫跳船 有要求的朋友就建議事先預訂了 但好像我們這樣不想搞這麼多東西 都可以在車站直接找到船公司的店 會有職員介紹 還有免費的接駁巴士 載你去懶人首船 大家好 大家好 觀光遊船全程大概一個多小時 河道兩旁春天有得看櫻花 秋天就看紅葉 好像我們這樣撞不合季節 看看鹿油油的柳樹 和這個古城小鎮都夠上心悅目 船還會經過大大小小不同的橋底 很多要趴下才可以穿過 不趴下就說你有鐵球工都搞不定 為什麼 因為你會頂著船 總之這些都是這裡挺有趣的體驗 而穿著傳統服飾的船夫 除了駕船之外 還會介紹沿途經過的景點 甚至連在這裡淒色覓食的雀鳥 和烏龜在這裡曬太陽都介紹 在餐在尾介紹 浪在三位主婦 船夫還會一直唱歌搞氣氛 中途駕船經過休息站 還可以買下雪糕吃 雖然船程都有一個多小時 但一邊聽著船夫唱歌 介紹一邊吃雪糕 欣賞沿途風景就一點都不悶 這種非常享受的過程 搭完出來 我覺得很值得 而且我們這個船夫 全程很熱心不停地講解 不停地唱歌 連我都覺得他辛苦 如果是我一早就斷氣了 最慘就是船頭 我們坐船尾 船頭好像完全沒有反應 連看都不看他 他說的其實是很日式的英文 然後又加了一些人文 有時候我也不知道他那間英文還是人文 如果你完全不懂日文 就更加聽不懂他說什麼 也是的 反而日本人的船船 應該只有兩三個 不是太熱情 不如我們熱情 對 很熱情 來柳川要做什麼呢? 車站的紀念印章 告訴你 他有兩款印章 第一就是坐觀光遊船 我們剛才也坐了 第二就是來吃鰻魚飯 而這裡的鰻魚飯 雖然我都是隨便走進一間 但我覺得是很好吃的 我們拍片演 都吃過三次鰻魚飯 一次就在台中 一次就在大阪 這三次我覺得 這個和大阪那個 不相上限 現在是兩點半 他已經準備下班了 如果你來柳川的話 千萬不要太壓力了 剛剛跟我們同學坐隔離的 兩位香港姐姐 你們趕著去太宰府 沒有吃鰻魚飯 可以跟你分享 你不吃鰻魚飯 但真的太誠實了 柳川周圍都會見到 立花中茂的名字 因為他是曾經統治 柳川四百年的立花家 第一代繁主 喜歡打機 或者對日本戰國 有認識的朋友 相信都對這位 被稱為西國無雙的 立花中茂不會陌生的了 這裡有一間 立花家飼料館可以參觀 有興趣就記得 遇到時間去看看 搭完西鐵 再打算搭船的朋友 在火車的 找個資訊中心去派一張紙給你 簡單來說 你不要以為 車站姐姐派一張這樣的東西給你 是地圖教你怎樣搭車去船 這麼簡單 這張東西 其實是一張票 你搭免費接隔巴士 是需要用到的 如果你用不到 你就走回來 再不是你 搭的士 它不清晰的地方 但這張紙從來都沒有說過 你要憑這張紙 才可以搭免費的 我們一起玩 要留意一下 逛完樓村 我們就搭回大牟田線 回去剛才經過過的 西鐵二日市站轉車 再搭兩個站 就來到泰宰府 因為泰宰府 我未必會來 所以就沒有做太多的資訊 我們來到一下車 就去了觀光岸 問他有什麼有客戶 一定會來的 簡單地叫我們走這一條路 五分鐘左右 就一直衝去那裡 好像是貼門工 然後那個九州博物館 有五點鐘沙門 就見他們 你不用去 下次再來 所以覺得很方便 兩分鐘就搞定 蜂蜜雪糕挺好吃的 他有很多款 問問他 哪一隻是最多人買的 然後他都答不到我 不過他說其中有一隻 比較潤厚的 就那隻 然後剛剛我們就見到 剛才在柳川 跟我們旁邊的兩位姐姐 然後我問他 為什麼你不吃鰻魚飯 他說不知道 不過他們早點來這裡 有好處的 好像我們現在眼來 我看到店舖都開始關門了 趁他們還沒關門 就快點去看看 這個是什麼梅枝餅 是不是應該 做一塊試一下 這間Starbucks之前 我上網去搜尋 泰宰府都會有人介紹 它是比較漂亮的 不過我們經過就算了 泰宰府天滿宮有超過1100年歷史 是九州規模最大的神社 神社裡面 供奉被日本人 專稱為學問之神的姦緣道真 而他同時也是日本傳說三大怨靈之一 姦緣道真是公元九世紀 日本平安時代的學者 私人政治家 一生於文化藝術成就非凡 從正時推行改革 造就日本開始發展自己獨特的文化 對國家有巨大貢獻 官位就直升機地斜升 但匡亡不老就自然樹大招鋒 直升機除了曉聲之外 也伴隨著復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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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聲音 最後重復被政敵老屈 去謀反被流放去大太宰府 老婆子女找到日本各地 面對被人老屈 還淒離止散的道真 被流放兩年之後便屈屈而終 道真的故事如果詳細講 就說了半小時都不夠 我只是作簡單介紹一下 所以這麼戲劇性的人生 在後世很多藝術作品都喜歡以 姦源道真為主題來創作 如果你有看《酒術回戰》 《五條》和《月骨》就是道真的後代了 我不好 因為我昨天吃了什麼 你吃了什麼 姦源道真生日幾天都是25日 每繼25年這裡都會舉行適年大祭 適逢2027年大祭 在姦源道真世世1125週年 為了迎接這個重要日子 太宰府天滿宮將在玉本殿進行為期三年的大規模翻身 考量到來參觀參拜的民眾 所以在玉本殿前找了著名的建築師 藤本藏界設計 並建造了這個臨時本殿 臨時殿的設計靈感是源自飛煤傳說 傳說中在京都的梅雪 因為太想念姦源道真 走一夜間坐通宵機飛來太宰府 藤本藏界以此為靈感 在橙屋頂上種滿不同的花草樹木 就好像連森林都受到感召地在空中飛過來 我們用了一小時時間 走入太宰府天滿宮 商店街都關上了 只剩下Starbucks 是不是經過見到鳥貴族 我們試試看有沒有位置 我們來到鳥貴族 排了九個字 終於要用到來 一坐下來 當然要先叫Mamabiru喝一下 大家都先喝 如果第一次來居住 有一個朋友留意 進來他會想你先點東西喝 之後你就可以慢慢在桌上選擇了什麼 你不用看日文可以選中文 大家如果第一次來打開 你會看到沒有寫價錢 千萬不要覺得意外 因為這裡所有東西 無論是酒精飲品 還是所有的食物 全部都是360日圓 現在這個匯率是大約18分港幣 那些東西不是說 好像我們昨天和阿全因 吃到東西那麼好吃 當然價錢也反映了 但是我覺得是很划算 絕對不差 吃到很飽才是 6,840日圓 我們喝東西也喝六七杯 再吃了甜品 吃到頭有點威風 希望大家支持我們 繼續拍片的話 就給個like 還有訂閱我們 今天影片到這裡了 謝謝 拜拜 那一套椰子有很多這些 你瘋了 糟了 好害怕 我很喜歡看區圖書館借書的 但是這個 看我人生去過最小的圖書館